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7月12日 星期日 當然應該 在座各位應該聽完我們節目也有去投票 那麼我們 這一節就說回BNO的問題 其實是由BNO衍生出來的問題 最近大家都很關心這個問題 我們節目出了之後 很多網友PM我們 問是不是有BNO群組 又或者是移民到英國 或者是塞浦路斯的事情 也有人問 塞浦路斯是不是不搞了 當然要跟大家說 可能他聽得沒那麼清楚 BNO 放寬這次給香港人過去 就不是 我們原先估計的 我們原先其實也不知道 也估不到有國安法 國安法出台之後 五眼聯盟 現在都陸陸續續歸隊 接下來估計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已經 都會開放給香港人 然後歐盟開會 歐盟27國都好像說 有計劃放寬給香港人 去 現在的情況 都是向好那方面的 由於我們去考察過塞浦路斯 那麼所以呢 我們覺得塞浦路斯跟英國是有一個 串鏈的 由於我們的活動 那麼我們本身去看塞浦路斯 希望在那裏就建立一個 香港人的社區 那麼當然我們規模當然沒有人那麼大 由於我們覺得那個天氣的方面 起碼適合很多香港人 因為你說英國的氣候就未必 那個人可以 熬得住 氣候方面就比較適應香港人的天氣 在塞浦路斯 那麼我們最主要看中塞浦路斯的 其實就是在北面 在北塞 由於 北塞的這個地理關係 在歐洲的境內 其實是享受到亞洲的物價 甚至乎是比亞洲更加低的物價 那麼所以呢 我們認為那裏是有很大的商機 那裏的旅遊業 那裏的其他的服務行業 也有得做的 所以我們才會 計劃在那邊發展 那麼當然啦 因為塞浦路斯是英國的殖民地 以往的英國殖民地 也是以英文為主 那麼所以呢 我們在那邊搞 即是香港人一般都不會說很大的 很大的 不適應 因為你在語言方面 在法制方面 在各方面的制度都是跟英國很相似的 因為始終英國殖民地嘛 那麼 BNO這次呢 衍生出來的一個問題就是 中國政府對於 這個 外國政府 尤其是英國 給予香港人 這個居留權 其實對他們是很大的打擊 因為他們知道 這一刻他們還是想要香港的人 錢 如果香港是大規模的有一個移民潮呢 他是人才兩失的 留一塊地給你 一個 人口減少的地方是支撐不到這樣的樓價 樓價自然崩潰 而香港這班走的人呢 應該大部分的經濟能力強很多 走不掉的就全部留在香港了 共產黨最怕的 富人走了 這個世界當然是害怕的啦 大家想一下 二千多年前 秦始皇統一 六國之後 都要將全國富戶 全部遷到咸陽 將三千富戶搬到咸陽 是要控制起他們 然後收全國兵器鑄12個金人 那麼你明白那個原因 就是因為 如果有錢人走了 這個國家怎麼建設呢 香港也一樣 那麼這次我們估計呢 大部分有能力 稍微有少少能力的人都會離開香港 因為你面對這個共產黨 已經是為了人的臉 好了 最新有一個跳出來 就是 評擊西方很虛偽 為何只是放寬港人移民 那麼中國十四億同胞怎麼辦 那麼這個呢 就是環球時報的總編輯 就是胡錫進 我們在評論之前 大家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胡錫進 在他的 個人的微博 發表 評擊這個 英國澳洲等國家公佈放寬香港人移民計劃 令中國和西方角力火上加油 中國官方多次評擊外國干涉內政 這個說法 已經是被人屌屁股了 人家 放寬哪個人入境 人家是人家國家的內政 關你糾纖 是不是人家放寬 那你就去申請吧 人家批不批給你別人的事 這是人家國家內政嘛 你干涉你幹什麼呢 好了 那麼跟著呢 他在微博發文批評這件事 就質疑西方的人權 以人權為由 修改移民政策 為何只讓香港人移民當地 卻沒有讓內地十四億人同享 直指西方國家虛偽 這句話 基本上是一個反革命的言辭 是一個反 反 反政府 反社會主義 反人民 是反整個民族的事情 你這樣說 即是現在 中國十四億人都是活在水深火熱 都是受盡這個極權打壓 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同一個意思呢 如果是 那麼我反而很尊敬你 為什麼西方 不收了中國十三億八千萬呢 其實不需要的 因為九千萬共產黨員是不需要西方 去收留他們的 他們是其他人民 頭上作威作福的嘛 是不是 真正被欺壓的 應該只是 不夠十三億人 所以不可能全都給你們過去的 那要不需要給你一個美國護照 給你這個習近平去呀 這是不可能的 那麼當然啦 他這句話說出來呢 基本上在傷害全中國人民的感情 因為你也知道 原來 我們真是不幸運 我們出生在深圳海爾北 如果我們生活在深圳海爾南的話 大家都被共產黨打壓 大家都是 這個 刀座上面的魚肉 為什麼你香港人可以去英國 我們 上面 中國 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人民 就是賤民 就是低人 一等 就要繼續受共產黨的壓迫 胡錫進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你這樣寫法 你很明顯是啦 即是西方人權 只是覺得對香港人要有人權 中國人就不用人權的 中國人就可以任由共產黨欺壓 是不是 他這樣寫法 我覺得 基本上 他是在 劍指習近平和共產黨政權 是不是這樣想呢 真的要報紙訪問給他 現在香港出現人道危機 所以英國 美國 就會放寬香港人去 甚至乎給香港有難民身份 那麼你是不是同樣意思 即是說 中國也有難民身份 中國人 也有需要 去逃亡 去逃離他的祖國呢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是成了誠實豆沙包 要不然 沒有理由敢說這些說話 然後 他繼續說 西方國家一些 因為國安法而庇護香港人 被他們簽證和居留權是做傻 他說 有國安法就沒有人權 一個問號 西方一直罵中國內地沒人權 比香港黑暗多了 那就多給中國內地公民簽證和居留權 你這樣說就對了 其實我們都給了很多 例如在中國 受到迫害的余傑 魏京生 方麗芝這些人 我們看到外國 他們是給他過去的 還有劉霞 受了中國的迫害 全部給他過去的 你只要共產黨放 我西方國家絕對願意收 是不是 好像你709大抓捕 抓了那麼多維權人士 那麼多維權律師 我相信可以 其實西方是允許的 但是現在你胡錫進這樣說 就是中國內地 14億人 都是受盡這個共產黨迫害的 如果以你這樣說的意思 所以 他那個數字就是有14億人 那麼 胡錫進跟著又諷刺地說 當然了 就是一切 在疫情過去之後 現在即別一些西方國家用 八台大繳子台 絕大到中國人也不會去 他們那裡太亂了 我們不敢去 說這句話出來 就真的在說了 如果現在美國發本護照給你 你胡錫進馬上去 如果沒有飛機也要坐船去 沒有船也要偷渡去 如果可以的話 他游泳也會游到美國 經歷太平洋也沒有問題 好了 他又稱 這個新冠疫情中的表現要用美國 英國等完全輸掉人道主義的道德高地 他們現在應當說是在非道義的臭水坑裡 撲騰 怎麼還老意思繼續 衝中國打人道主義牌 老實說 這句話其實他講出來 是嚴重挑戰全國人民的底線 我相信 如果美國 英國 五眼聯盟 出一本特別護照 可以五國通行 不用印多 印一千萬本 用飛機在中國派 誰搶到 就可以派 我可以告訴你 中國是會進來一場大廝殺 起碼死五億人 因為為了爭奪那本護照 起碼有五億的人會自相殘殺 而搶到那本 護照就可以去的話 其實 你敢不敢這樣做呢 美國如果要拆反你 很容易 因為你這個國家 大部分的人都是口裡算不 身體 十分誠實 即使 好像 這個反美的名嘴 司馬蘭也是要移民美國 原目 反美反到去 任何的時候都不停止反美 女兒剛剛去了 又是去申請美國簽證 去美國讀書 所以 他們說 反美 其實是一個工作來的 生活在美國才是真正的 他們希望得到的東西 所以 這次胡錫進出來獻醜 不過 最主要就是他通過一段微博裏面 清楚地跟大家說 全中國 14億人都是很渴望去英國或美國的 這個其實 跟香港人的心態差不多 他們也是受了共產黨壓迫的嘛 只要離開中國 他們就可以說真話的 如果有一天胡錫進 以這個難民身份去到美國 他說的話跟我們一樣的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